人潮不斷向前 想看澎湖版摩西分海 根本看不到 都是看到满满人海 不復興旅遊 已经超过首斗复合范围 太夸张了 不只人海还有车海 澎湖南海码头 就是马公往七美万安的 上船地点 一旁停车场 每台机车卡得刚刚好 一点缝隙都没有 澎湖花果节 也让当地马公式变成不夜宠 万人现场的情形 居民形容根本是蝗虫过境 更奏成许多交通乱象 当地的摩托车 一些交通工具 年期票都很满了 里岛游客大爆量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交通部也在22号 紧急宣布给里岛的 一千万行修补助先喊咖 听到收集澎湖居民 反逗觉得松了一口气 纷纷表示赞同 可以取消 因为澎湖现在已经很满了 可以宣传在比较淡季的时候 那官方行销 我觉得可以放在秋冬淡季来加强 在持续的一个带动之下 能够到年底 甚至是明年初的一月份 因为暑假到9月 定房状况都已经满了 如果在这时候行修 也看不到全售 所以周通部指定一出 地方都表示赞同 而且现阶段的澎湖也实在是挤不下 更多人潮 记者 严韵龙 林兽怡 澎湖报道